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是李一华 节目一开始 首先来关心这个星期的文艺消息 美国过去一个星期的风云人物 是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NBA球员 曾经在华盛顿乌士队和波士顿塞尔迪克队 担任中锋的杰森·克林斯 在体育话摊上告白 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他不只是第一位出柜的NBA现役球员 更是美国四大职业运动项目中 第一位公开承认的现役同性恋运动员 克林斯表示 自己受到了其他人勇敢支持同性恋的感动 才会做出这个决定 从白宫到NBA都力挺克林斯 克林斯还接到了总统奥巴马的鼓励电话 现在克林斯是自由球员 未来他将加入哪一支球队 现在备受关注 美国饶首歌手克里斯·凯利 5月1号在亚特兰大适世只有34岁 死因很可能是毒品使用过量 凯利在1990年代和克里斯·史密斯 组成了克里斯·克罗斯二人组 Chris Cross 以13岁的年龄 他们在1992年的单曲Jump 横扫各大排行榜 此外 他们将衣服反穿 帽子反戴的叛逆作风 马上受到了年轻人的宝效 美国著名乡村歌手乔治·琼斯 4月26号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病市 享年81岁 琼斯被视为美国乡村乐界 最重要的歌手之一 曾经在2012年 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 琼斯唱了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纽约时报称琼斯的一生 就是一首乡村歌曲 出生于德州的琼斯 年轻时曾经经历吸毒 酗酒 离婚 甚至还在演唱会上放歌迷歌子 但是他的音乐生涯未曾间断 纯乡村形式的唱腔 更是赢得一致赞扬 美国戏剧《东尼奖》 入围名单4月30号公布 在音乐剧方面 入围项目最多的是《长血腰机》 讲的是一家英国协公司 起死回生的故事 总共获得13项提名 改编自儿童读物的马蒂达 得到了12项提名 今年许多好莱坞明星 参与了白老汇的戏剧演出 但是只有一位获得提名 汤姆·汉克斯 以在《新育儿》当中的记者角色 获得舞台剧最佳男主角提名 83岁的华裔舞台设计师 李明爵 则获得了2013年的 东尼奖终神成就奖 美国小布什总统的 总统纪念图书馆 4月26号开幕 5月1号开始对公众开放 这个位于德州达拉斯的总统图书馆 是美国第13座总统图书馆 小布什总统图书馆 位于南美以南大学的 小布什总统中心 估计开放的第一年 就能吸引40万名游客 小布什总统中心 成立的目的是教育和娱乐 小布什总统中心的大厅 由电视墙环绕 在26号开幕那天 这成功地吸引了 小布什总统的目光 虽然两位布什总统的同像 在门口欢迎来访的游客 但是小布什总统 希望这座图书馆的重点 在于他的理念 而不是他本人 乔治不希望 这成为他个人的纪念碑 他一开始就这么说的 图书馆从小布什的 德州出身开始 还有他儿时的收藏 接下来是小布什的 第一个任期早期的政绩 特别在教育和税务改革 很快地游客就来到了 改变美国的2001年 纽约世贸大楼的不锈钢梁柱 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 3000名死难者的名字 写满了一面墙壁 还有这个小布什总统 曾经使用过的扩音器 展览说明了 美国为什么决定入侵伊拉克 最后没有找到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果 也记录在这里 在决策中心 游客面临和小布什 当年同样的危机 比如卡特里纳飓风 总统顾问提供建议 但是游客必须自己做出决定 这是要让民众亲身体验 小布什总统当年决策的 种种困难 我们尽量以专业的方式 安排展览 当年许多困难的决定 就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做出的 这里也有一座 我没办法坐到总统的位置上去 所以我还是坐在 当幕僚长时坐的沙发 这实在做得太像真的了 甚至还有白宫的气氛 椭圆形办公室对面的玫瑰花园 里面皱满了德州植物 除了总统的生活之外 总统图书馆也记录了 第一夫人的身影 小布什总统从白宫退休之后的生活 也记录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 他最新的爱好是绘画 浴室里的草图画得很好 但是以我的年龄 我最好还是穿着西装 这座图书馆就像 小布什总统一样 忠实展现历史 但是并不会对自己的决定 感到后悔 图书馆馆长希望这座图书馆 能给游客进一步了解 美国最困难时期的机会 从1933年胡佛总统卸任以来 每一位总统都有专属的 纪念图书馆 收藏任期内的重要档案和文物 美国国家档案馆负责管理 所有的总统图书馆 在13座总统图书馆中 就有三座位于德州 除了小布什总统图书馆之外 分别还有老布什和约翰逊 总统的图书馆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三座 德州的图书馆全部走透透 这是林登约翰逊总统 位于德州奥斯丁的图书馆 约翰逊总统亲自迎接游客 约翰逊总统的替身很吸引人 很逼真 不过有点奇怪 约翰逊总统图书馆 刚刚完成一亿美元重新装修 主要是加入了更多互动和电子展览品 拿起电话就能听到总统 640个小时的电话录音 这是他和共和党参议员 艾弗瑞特·德克森的对话 1963年11月22号 约翰逊总统在肯尼迪遇刺之后 接任总统 他的政绩包括了民权法案 和消除贫穷的政府项目 但是他任内最重要的事件 还是越战 约翰逊总统图书馆馆长 厄普戴格洛夫说 总统图书馆不只是呈现 总统光荣的一面 而是要详实展现 他们任职期间的表现 我们没有选择历史 要求民众如何思考 我们希望他们知道 总统做了哪些事情 这些如何影响到 今天的美国人 总统图书馆保存的档案 有助于历史研究 这些档案属于大众 而不是属于总统 距离奥斯汀不远的达拉斯 老布什总统的图书馆 也吸引了许多的游客 这座图书馆和许多 其他图书馆一样 有一个小白宫的 橢圆形总统办公室 我们图书馆和教育项目的重点 在于讨论公民社会 美国宪法实行 以及政府具体如何运作等方面 现代科技使得这些图书馆 得以保存大量的影像和录音资料 但是这也使得整理和收藏工作 成为更加艰巨的挑战 我们有大约一百万张照片 一万盒录音带和录音带 位于德州农工大学的 老布什总统图书馆 1998年1月开始对外开放 馆藏的大量文物 也提供给研究者阅读 福特汽车公司是美国老牌的大公司 福特公司的创办人亨利福特 开办了一个博物馆 里面的收藏除了各式各样的汽车之外 还有许多美国重要的历史纪念 我们一起和记者刘文明去看看吧 借着创新来改变人类的生活 是汽车界传奇巨人亨利福特 一生都在实践的事 他从一名爱迪生照明公司的工程师 到创造出自己的第一部车 然后发明了汽车的移动装配生产线 大量生产福特梯行车 使得普通美国家庭都有买车的能力 让美国成为了轮子上的国家 也把全世界放在了轮子上面 汽车其实只是亨利福特 创新理念下的一个产物 而这个理念却被完整地保存在 美国密西根州迪尔伯恩市的 亨利福特博物馆里面 进入这栋已经有超过80年历史的建筑物后 你看到的第一件展品 是博物馆在1928年动工时的墙角石 上面有着伟大发明家 爱迪生的脚印以及他的亲笔签名 亨利福特博物馆是在爱迪生 点亮第一个电灯炮的50周年开幕的 那时爱迪生还活着 亨利福特将这座博物馆献给了爱迪生 因为像爱迪生这样的平凡人 改变了全世界 在这里你会看到汽车 飞机 火车 机器 甚至缝纫机等等 在搜集这些展品时 亨利福特试着告诉人们一个故事 就是创新会改变人类的生活 改变人类生活的发明 首先当然是汽车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亨利福特 在1896年做出的第一部车 Quadricycle 还有以福特梯行车为基础 衍生出来的全世界第一部的学生校车 但最吸引人的是 这里收藏了许多美国总统的座车 这部车就是最有名的肯尼迪总统的座车 也就是他被刺杀当时的座车 很多游客记得这部车是蓝色的 但在刺杀事件之后 这部车经过了一些整理 之后约翰逊总统 尼克松总统 福特总统 以及卡特总统 都接着使用这部车 亨利福特除了搞汽车之外 也爱搞飞机 看看这架福特三发动机飞机 Trimotor 它可是全世界第一架的商业载客飞机 它有着最早的金属外壳 所以外号叫做Tingus 席额 也由于这种波浪状的金属壳 酷似洗衣板 所以它又叫飞行洗衣板 进入这架飞行洗衣板的客舱 才发现早期的客机 只有两排座位 而且经济舱 坐得还是腾椅 那时候可还没有安全带的设计 让人不仅佩服 仙人们大无畏的勇气 我在这万能的阿利坚尼号上 它可是600吨重的火车头 是世界上最高 也最大的火车头之一 它代表了特定时代的科技高峰 专为在宾州的阿利坚尼山脉中 运煤而设计的 即使这个有黑的大家伙 已经退休多年 还是能让小朋友们为它疯狂 也让年长的火车迷 专程来看它 我喜欢历史 尤其喜欢这巨大的火车头 它让我想起童年在家乡的时光 很多人的发明改变了世界 也有很多人的决定 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像是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 这张博物馆内收藏的椅子 正是当年林肯总统 在福特剧院内 遇刺身亡时坐的椅子 亨利福特个人非常推崇 林肯总统收藏了这把椅子 然而当你看到这部公共汽车的时候 你是不是想到了 这就是那一部公共汽车呢 这就是当年罗沙帕克斯 在阿拉巴马州 拒绝让位给白人乘客的那部公车 罗沙帕克斯在1955年 面对种族隔离政策 以不让坐的方式站了起来 被誉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 亨利福特的理念就是亲近历史 并在实际动手坐中学习 所以你可以亲自登上罗沙帕克斯的公车 并坐在他拒绝让位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是美国近代民权运动的起点 与一般博物馆请勿动手的规矩不一样 亨利福特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 则是欢迎动手 你还可以亲手装配一部 改变人类生活的福特梯行车 想想当年亨利福特 付给装配梯行车工人们 前所未闻的双倍薪水 每天五美元 结果吸引了一万人上门找工作 而博物馆的游客凯蒂 刚完成装配 赚到了他的五美元 这工作不难 可是我花了一点时间 来找到正确的螺丝 我现在开始考虑 成为一名技工的可能性 美国万花筒记者刘恩明 发自密西根州的报导 亨利福特博物馆 收藏了美国历史上重要的物品 事实上福特汽车公司本身 对美国也带来了 多方面重大的改变 比如每周40小时工作 就是福特公司 在1926年5月1号 首先开始的 在今天的一周历史亮点时间里 美国历史学者龚小夏 要告诉我们这段历史 美国工会代表 则要说明公时规定 对美国劳工造成的影响 我背后这幅金币辉煌的画面 反映的是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 这里是美国的劳联产联 也就是美国劳工联合会 和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 这个地方是美国劳工运动的总部 这个星期 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 18、19世纪 当工业革命进行的时候 西方工人的工作时间 一般都非常长 14、16个小时是常见的 19世纪早期 在英国工人中间 就发起了一个缩短工时运动 这个运动在19世纪下半期 也就来到了美国 1886年4月底 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 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大罢工 而这个罢工的中心在芝加哥 有个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放置炸弹 结果炸死了一名警察 这样警方就开始 对工人的罢工运动实行镇压 出现了非常血腥的事件 双方都有死伤 后来第二国际将5月1号这天 定为国际劳动节 这次罢工虽然遭到了镇压 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 却一直在蓬勃发展 1926年 亨利福特 也就是福特汽车厂的厂主 接受了一个公开的采访 他说实行8小时 5天工作制 对工厂主是有好处的 因为那样能够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 30年代以后 在罗斯福政府的鼓励之下 一个一个行业 从煤矿到汽车 都通通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 这也就是今天8小时工作制 这个制度的来由 第二国际将5月1规定为劳动节之后 美国总统克里夫兰也要搞个劳动节 当时的工会跟政府 持相当程度上的合作态度 后来总统通过法令 将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规定为美国的法定劳动节 这是为什么美国的劳动节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原因 亨利福特关心工人的生活品质 他认为工人应该周休两日 而不是只有一天 他相信工人工作效率高 就能够弥补工作实数的不足 所以这对他不会造成损失 亨利福特率先实行每周40工作小时 这最终对公司有好处 对工人也有好处 每天工作8小时并没有法律基础 但是每周工作40个小时 有法律根据 美国劳工法平等劳工标准法案规定 劳工每周工作40小时 如果超过就应该得到加班费 共和党提出加班法案 希望让雇主免于付40小时以外的加班费 但是这还没有通过 在当今的经济局势下 私方确实比劳方更有权力 劳工经常被要求加班 这样才能够保住工作 许多工人必须在周末上班 特别在制造业 但是同时也有人被迫上班不到40小时 他们希望得到全职工作 但是很难找到 他们上班不到40个小时 严重伤害他们的收入 让生活陷入困难 美国目前加入工会的人数降低 可进一步加强了劳资双方的不平等 美国有很多来自拉美的移民 他们非常支持集体行动 也愿意加入工会 如果我们的移民改革能够为这些劳工提供公民身份 我相信他们会积极参与劳工运动 当国内劳工市场扩大成为全球劳工竞争的时候 国内劳工面临更多的挑战 不过有趣的是 不仅是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 中国公司也来美国投资 比如在美国汽车业 密西根州的沙基诺有一家中资公司叫做奈士特 这家公司非常成功 他们不断扩增 他们从纯汽车工业扩展到医疗器材领域 新的中国资方已经和美国汽车协会签约 他们的员工都加入了工会 中国老板对此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乐见外国投资 让美国公司继续营业 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是李华 我们再见